好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海藏老师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是一道整数拆分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是17年第一轮的第15题 题目中说如果xyz都是正整数 我们标记一下 好 让我们去寻找下面这个方程的解一共有多少个 好 这个方程的非常简单答案就是x加y再加上z等于7 当然下面它还有两句话大家看 它说位置数的顺序很重要 比如xyz分别取115和151的时候 它是不同的情况 也就是说这里咱们要去寻找解多少个的时候 要考虑这些相同数字的顺序问题 好 那对于这个方程而言 咱们就是要求解三个正整数相加 加起来等于7嘛 一共有多少种情况 那大家想最直接的咱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因为这个数字呢 大家想7这个数还是比较小的 咱们可以怎么办 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的结给列结出来吧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用没举法 把所有的情况都列结出来 那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为了保证咱们不漏掉了 那我们从最小的开始 那假设我们x等于1 x等于1可以取多少种情况呢 大家想一下 x等于1的话 y等于1可不可以 那肯定可以 y等于1的话 那这个时候z应该对应的等于5 那y最小可以取1 那大家想 y最大可以取到多少呢 别忘了 题目中告诉我们 x y z都是正整数 那这个正整数最小只能取到1 y最大的时候对应的z应该是最小 那就是z取1 y这个时候应该等于5 也就是说y是可以从1取到5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 y从1取到5的话 对应的z应该是从5取到1的 所以这里大家看一共是5种情况 好 那x等于1的情况咱们就找完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x等于2的情况呢 x等于2的话 那这里y最大只能取到多少 那对应呢 其实z还是最小的时候 z最小等于1的时候吧 那只能取到4了 这个时候 所以大家看 y等于1234 对应的z应该是等于4321 一共是几种情况 一共是4种 好 那接下来继续 x该等于3了 x等于3的话 y最大 还是刚才的思想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 y最大只能是3 好 那对应的y是123 z应该是321 好 那所以这里一共是三种情况 那继续x能不能等于4呢 肯定是可以的 x如果等于4的话 这个时候y只能取1和2这两种情况吧 所以大家看 一共应该是这两种情况 所以说应该是2 好 那x等于5的时候呢 x等于5剩下的7-5就等于2了 所以说y和z只能都取1 所以这里就只有这一种情况 好 所有的情况咱们都列挤出来了 那大家想x能不能等于6呢 这里肯定不可以了吧 x如果等于0 那只剩1了 y和z就分不开 所以这里呢 最多就这些情况了 那这些情况全加起来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从1加到5 从1加到5的话 应该是15个解 好 所以这道题咱们就解决了 当然它用每一句法是可以解决的 好 那除了这种方法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老师这里再告诉大家一种方法 大家想7这个数字 咱们要怎么办 要把它分成三个正整数相加的形式 那对于这里 其实咱们就可以把这里放上7个球 把这7个球呢 分成3堆 每堆呢 确保至少有一个球 好 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看 这里就相当于咱们把这个7个球呢 中间放上两个隔板 把它们隔开 隔成3堆就可以了 那大家看这里7个球 一共有几个空位啊 一共是123456 6个空位 要在这6个空位中放上两个隔板 那怎么计算呢 哎 这里有同学反应过来 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排列组合的问题吧 其实就是6选2 6选2的话应该是C62 好 C62的话等于多少呢 其实对的就是6乘5再除以2吧 所以结果应该是15 还是15个解 所以这道题呢 它用排列组合去求解释 哎 更简单一点的 更快一点的 好 那我们把这道题呢 再稍微的编动一下 看一下大家会不会啊 我们把这个题目的条件 大家看 我们改成这样的 XYZ呢 它不是正整数了 它是自然数 问这个方程 一共有多少读解 好 大家想一下 自然数和正整数区别是啥 哎 就是自然数呢 它多了一个零 所以这里呢 XYZ就可以取到零了 比如咱们得考虑有零的情况 那其实咱们这里还是可以用排列组合球解的啊 那比如说这里咱们可以怎么办呢 还是把这七个球分成三堆 只不过有一堆可以是零嘛 可以是零的话 大家想咱们这个隔板可以放在什么位置了 哎 有对应的可以放在最左边 也可以放在最右边吧 其实就是刚才在六个空位的基础上 又加了两个空位吧 所以这里一共就是八个空位 八个空位的话 咱们放上两个隔板 所以应该是C82 C82的话 结果应该是28个 好 所以这种问题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可以怎么解决呢 如果数比较小的话 比如说像7啊5啊等等这些数啊 它比较小 那么咱们就可以先用每句法去纠结 当然是可以的 好 那除了每句法呢 还有一个更快的方法 就是排列组合的方法 当然对于这道题目而言 咱们要注意一下就是 它的相同数字顺序不同的时候 它是不同的情况 好 这是咱们这道题 那大家理解了这道题之后 我们最后还是留了一道练习题 好 大家看是这道题啊 题目中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四位数啊 这个四位数 各个数位上数字之和等于十 问这种四位数 一共有多少个 好 那做完了这道题 还是去扫描咱们视频结尾的二人码 去加对应的老师 好 最后各位小评 小朋友看完了之后 希望大家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